魁省实施疫苗护照对抗蒂斯波疫情,不再实施封锁。 从2021年9月1号开始,在魁北克全省范围内前往餐馆、酒吧、健身房、剧院、节日和活动等场所的人需要出示疫苗护照, 但零售商店如超市、杂货店等不需要使用疫苗护照。 8月10号,魁省卫生部长杜贝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疫苗护照实施办法。 近期,加拿大各地出现疫情回升。 一周以来的7天,日平均感染病例激增了近60%,魁省疫情自7月28号起回升, 至8月5号,魁省日新增病例从前一天的100多例猛增至突破300例。 省长里过当天便宣布实施疫苗护照。 卫生部长杜贝说,实施疫苗护照是为了应对近日上升的疫情, 同时也避免采取封锁措施。 杜贝说,第四波疫情不可避免的正在到来, 诸多的因素如感染病例上升,Delta变种病毒的隐患, 秋季返校返工,促成省府决定实施疫苗护照。 疫苗护照的消息公布后,魁省预约打疫苗的人激增。 8月5日,实施疫苗护照宣布的当天,预约打疫苗的人比前日增加了一倍。 截至8月10日,全省12岁以上人群有84%注射了一剂, 70%注射了两剂。 只有接种过两剂辉瑞、莫德纳或阿斯利康疫苗的魁北克人, 才有资格使用疫苗护照。 魁省政府表示,即将推出手机应用程序, 供需要使用疫苗护照的魁省人去下载,显示疫苗护照。 没有智能手机的人,可以选择出示纸质证明文件。 为防止假冒出示疫苗护照时,还需要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, 例如驾照或健康卡。 因医疗或健康等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, 不需要使用疫苗护照,但豁免的具体细节还没有公布。 杜贝说,疫苗护照主要适用在高流量的公共活动, 包括节日和大型室内活动场所, 以及高接触性的室内活动。 对于宗教聚会、婚礼等活动是否适用, 省府仍在讨论中。 魁省承认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疫苗护照, 但对于疫苗护照如何能适用于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的外省人? 魁省政府还在讨论中, 但表示会寻找一个简易办法, 预计更多详情将在8月23号公布。 魁省不是最早实施疫苗护照的省份, 西部曼尼托巴省就早于魁省率先开始实施了疫苗护照, 但华人人口最多的安省和西部的亚省都明确表示不会推行疫苗护照。 安省省长说,不想有一个分裂的社会。 亚省省长说,疫苗护照会在原则上违反健康信息法, 也可能违反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。 卑诗省和萨省都未确定是否实施疫苗护照。 根据雷杰调研公司的民调, 魁北克有64%的人赞成疫苗护照, 全加拿大赞成的比例为58%, 在乡邻的美国只有37%。 在蒙特利尔反对疫苗护照的人士将于本月8月14日发起一场抗疫游行。 截止8月10日,超过2万2千人在脸书上表达了对该活动的兴趣, 超过6千人表示将参加。